新北市打造9所旗舰学校 拥有史丹佛设计学院创新的教育精神 以及55所学校多功能生活科技教学工坊 日前特别在福音国中办理街牌 还和连江县教育处携手启动合作计划 108克刚新增了科技领域 新北市从106年开始分年编列了1亿2000万元的经费 推动生活科技教育前瞻领航计划 其中福音国中就成立了生活科技教室 今天的TechShop Plus 这个是我们新北先做出来的 106年到108年就历任局长 从林登教局长开始就规划这样一个深刻的教室 做好了以后还到全国去推广 林局长到了教育部以后 再推广到全台湾 然后让大家都能够推广这样的一个科技教育 福音国中多功能生活科技工方 不但带动了校内学生 在科技领域的课程学习之外 也透过分享和交流 让未在马祖的学生也能享受学习乐趣 在这边也特别特别的感谢张局长 然后福音国中的李校长 还有整个福音国中老师团队 对马祖各方面资源的大力协助 那马祖有你们真好 请接牌 接牌典礼当天包括教育局长 以及参与的议员贵宾们 也一同和学生体验猴石器的制作 看看科学如何和我们的生活结合 感受优质的学习环境 记者沈志佑林景瑜新庄采访报导